其实我在思考离开职场这个议题其实很久了 那我真正付诸行动是在我54岁那一年 我在离开职场的时候 我办了一个个人告别演唱会 来作为我毕业的一个礼物 我就希望我可以怀着一种好奇心、童心 那展开我的第三人生的旅程 我觉得50岁到70岁应该是新中年阶段 我的人生目标其实希望以后一路玩到挂 这个一路玩到挂的概念 其实是来自于美国一个电影 它英文叫The Bokeh List 它其实就是梦想清单 那我所谓一路玩到挂并不是说吃喝玩乐 而是说你用一种有趣好奇的心情 去开始体会这个人生 所以如果有什么梦想 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是 反而是你完成梦想最好的时刻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叛逆 跟我母亲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后来就忙着创业 所以跟母亲的接触时间也没有太多 一直到我母亲生病以后 我才意识到哇 真的人会变老 那我有一次呢我就看到她 小指甲好像很长了 后来我就跟我妈说 要不要我帮你剪一下脚指甲 她就好啊 后来我就端了一盆水 那在帮她泡脚 然后剪脚指甲的过程当中 那个热水可能让她人也soft 我也soft了 我们就开始聊一些过去的事情 后来她就一直很期盼 我每个礼拜可以回去帮她泡脚 那那段时间其实我觉得 是我跟我妈妈重新和解最棒的阶段 我这本书主要我想要献给那些 心灵保持的年轻不服老热爱生命 对事情充满了好奇心的一群人 所以我邀请你们一起来跟我探索第三人生 感谢观看